字幕志愿者 杜光 父母一生愛, 順目一生一生 80年代, 內地實施計劃生育 每個家庭只能生一個來延續鄉燈 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 當時大家絕對就執行了 你如果生完一個再懷孕 就跟當賊似的 九十年代, 獨生子女受盡父母的利害 被捧在掌心呵護成長 中國的父母來說, 孩子就是自己的一切 把自己的人生的希望 很多人都寄託在孩子身上 東方的孩子能夠獲得更成功 疾病、意外、天災種種原因 吞噬年輕生命 白頭人被迫送黑頭人 從此以後你的整個家就像是垮了吧 你的信念也垮了 我也不想得到什麼, 我也不想要什麼 什麼都不想要了 這樣做, 死人很 form 沒什麼事 加一個人不小的 而以後, 只要是靈感 那些人的心情 不太多把時間學到了 我覺得他在做了一個搞定 所有人要做生命的 都要照顧一下 當他人身身身身身身身有相處 他被恩便被揶�zo 他被恩助於抵准 生活能力, 自理能力的時候怎麼辦? 星期日檔案一連兩集 走訪北京、四川、深圳的失讀家長 他們的餘心只是希望有尊嚴地擄去 這就是我跟女兒對話的地方 我每天想到了就會開開 燕燕,我們都挺好的 你在那邊好不好啊? 你在那邊要吃好喝好 需要什麼告訴媽媽 我們永遠都會惦記著你 明月和丈夫1981年在北京結婚 當時國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 他們只是生了獨生女, 燕燕 燕燕在24歲那一年不幸患上癌症 治療三年之後, 2010年離世 白頭人送黑頭人 明月和其他痛失獨生子女的父母一樣 都不捨得改變個女房間的佈置 衣櫃成為悼念愛女的角落 這個她老說就是我 我到同名姐妹家, 她家也有這樣的 好像我們永遠都會記著她們吧 我們也不忌諱這些 她的名片, 你看看當時她在… 好像這是她第一個工作的地方 這就是準備結婚的時候 事隔十三年, 明月都難以平復喪親之痛 她一直保留著女兒的遺物、寄託鮮念 確實是全家的愛都給她了 父母的愛真是全都給她了 你看她所有的照片都在笑 但是她當時沒有了孩子 心裡邊很空了 不像天天, 家衛生人 久不像天天, 家衛生人 不像天天, 家衛生人 我心裡邊很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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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裡邊很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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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沒想到這條是他兒子的不貴爐 當日他的兒子在北京一處高樓 跳樓興生, 中年二十八歲 從此母子陰陽永隔 有一次我跟他倆 他就很隨意地跟我說了一句 他媽媽, 我得了抑郁症 我就愣了一下 我說怎麼了? 不過他馬上就一笑 就很輕微淡寫地說 不過我吃藥已經好了 尚瑜伯入行八年 參演多出熱播的影視作品 成為內地隻手可熱的演藝明星 兒子因為抑鬱症突然離世 無礙真一度好自責 當時我對玉珍沒有深入了解 他一部戲一部戲地再播 就覺得他事業很順 在我面前我看到都是很開心的樣子 當時一下就觸不及煩 對, 一下從天堂到地獄就懵了 如果說用我的命能換他的命 我肯定毫不猶豫 我肯定毫不猶豫 對, 這是做做母親的 你用語言不能表達的 你說你愛怎麼愛 到關鍵時刻他可以捨棄生命 你說還要怎麼來形容這種愛 是誰的 我就屬於一個自救性的 我要找原因 我覺得我的兒子的生命不能白來 也不能白走 有些父母看到我了就抱著哭 我說你們就不能老再地 讓我沉浸在痛苦中 生不如死中 我說孩子們會很難受的 我們只有好好的 活著我們應有的樣子 讓孩子們安心放心 我說這才是對孩子最大的愛 我說這才是對孩子最大的愛 愛子嬰年早誓 無愛真沉澱一年之後 決定成立關注精神健康 支援失毒家庭的慈善組織 並且把兒子的房間改成辦公室 希望用另一個形式延續兒子的生命 近十年來, 全國各地的失毒父母 已經有超過十萬人次參與活動 就是一種精神家園 對剛剛失去孩子的人 就可以散到我們那兒去預約 就一個小時陪伴一次 你可以無限制地約 大家都在裡面交談 而且這個幫父的過程都在成長 就是這些師祖過來的人 在幫他梳理的時候 覺得自己有價值、有意義 我能夠幫到一個人 我的生命影響到另外一個人 清明節的獻上活動也是舉行的比較成功 每逢佳節陪師親 遇上大時大節 好像是農曆新年、清明節、中秋節等 失毒父母會憤愛難過 慈善組織會舉辦不同的活動 希望失毒家庭一起過節 互相扶持 全國幾千師祖老人 就是在各地同樣的三十那一天 一起吃年夜飯 而且進行文藝表演 沖碗就是吃著人的沖碗 他就不會感覺到孤單 想哭就哭 想說就說 想笑就笑 想跳就跳 這個節就把它度過去了 心靈的空虛可以互相慰藉 其他的現實問題就難以分擔 毛愛真說 失毒家庭面對最深的恐懼 就是老了之後無依無靠 隨著這批家長年紀越來越大 養老和醫療等現實需要 成為他們難解的心結 經常我們有的就是 我們以後老了 躺在床上 沒人端死端尿怎麼辦 還有的說的 死了 躺在家裡沒人管 65歲的明月 13年前也失去讀生女 有段時間 他經常藏自己 不同人來往 直至近年 加入無愛真創辦的慈善組織 才跟其他失毒家長多了聯繫 得閒也會約出來見一下 我們在一起特親切 可以聊自己的孩子 這個跟別人我們從來不提 我們願意一起說說 我們真怕年齡越來越大 把自己的孩子給忘了 近這幾年 越來越來越多失毒家長患重病 孤獨離世 他們都愛莫能助 現在像我們的群裡 我們都是捐錢幫助他 我不可能我去 我搶不動他 所以我們也很迷茫老了的時候 自從獨生女病世之後 明月身邊剩下丈夫一個親人 他說丈夫的聽力一直不好 現在幾乎完全喪失聽覺 两夫妇只能无声相伴度过余生 还有她经受过特别大刺激 纵使无法开口沟通 两夫妇一样很惯着女儿 这十几年来 丈夫一直重复看 女儿临终写给她们的遗书 至于明月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 现在每晚都要吃安眠药才能睡 当年两夫妇用了聚触为女儿医病 现在只靠每个月几千元的退休金 和几百元政府给失毒父母的 辅助金过活 明月很担心自己和丈夫 日后一旦患上重病 可能没办法负担医疗费用 他们曾经打算卖了一层楼 以防养老 她真舍不得 一想她会不会找不到家了 最后我还是没有卖 这都养三年的了 也是写我们的吧 写政府 师徒老人喊你来兑现承诺 1980年代 内地以只生一个好 政府来养老 来鼓励家庭享应计划生育 大约十年前 全国各地陆续有不少失毒父母 做到政府机关上访 希望当局加强安劳保障 明月和一群家长 也曾经向北京计生委等表达诉求 生育权人人生与生俱来的 是人的基本权利 当时受到限制了 我觉得应该得到赔偿 我们一共去了两次法院了 我们上了两次 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赔偿的法律依据 为了扶持失毒家庭 自2008年起 内地按各省市的经济水平 正式向全国各地的失毒家庭 提供特别辅助金 住在首都北京的明月 现在每个月 获发放大约七百元 其他省市就介乎大约五百到一千元 另外也为他们安排住屋 和医疗等养老保障 每户失毒家庭 也有两名地方干部担任联络人 作为他们生活的支援 比如你有病了 你给谁打电话 然后他给你的电话 也是办公室的 八位数的电话 那不是手机 我也理解 人家下班了 有一家的人 你不可能 你带我瞧病 是吧 这政策很好 就到底下就变了 就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有一点历史遗留问题 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他们可能会越来越被淡忘 他们特别需要关案 社工温吴和张靖 一直服务失毒家庭 他们工作的机构 近年得到政府资助 向全国各地的社工 和非牟利机构 提供更专业的培训 政府也鼓励更多非牟利机构介入 支援失毒父母的生活 和养老等需要 张靖说 近年内地正由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 转为积极发展安老产业 目前北京由国家资助开办的 养老机构陆续落成 包括全国首间 专门接收失毒老人的安老院 中方人就是家庭养老的观念 会比较强一点 但是这些年来 社会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当这个孩子没有以后 现在不是政府在改善 这个养老的这个政策 我就是当你觉得 这个养老自己安排不好的时候 你经过评估 进入到我的这个机构养老 很多老人他们意识到 自己生命也会有个终结的 但是他们又没有认真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所以经常死亡的恐惧 对他们老年人是一种重大的精神压力 这间是中国第一间临终关怀医院 由李慧在1987年参考外国例子创办 专门接收末期病人 提供舒缓治疗和善中服务 当年不少人觉得这种服务不吉利 李慧认为上一代包括失毒老人 都曾经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 老来受病痛折磨或者无依无靠 都应该有尊严地露去 好好善中 到目前为止 医院还是一创难求的 所以我们想我们将来 条件允许的话 何止政府再给我们一些资助 一些政策 我们还要扩大床位的 那么给他们疏导 开通 那么对死亡他们重新有一个 特别坦然的一个面对 这样对社会也是一个教育 时间没办法疗愈丧亲的悲痛 怎么挂着唯一的孩子 是失毒父母最后的寄托 如果活着孩子就不会被人忘记 那这世界上还有人惦记着孩子 也要好好活着 白头人送别黑头人 改写过百万失毒父母的人生 他们期望在自己 紧如岁月当中 完成对过世子女的承诺 将来在另一个国度 可以一家团聚 就是说对孩子这种爱 由爱带来的深深不舍 是永远的 怎么能够在绝望中 找到深的希望 从儿子的离开 他的生命要告诉你什么 你要真正领悟他的生命的价值 如果你领悟到了 你能够超越出来 你能够让你的生命 活得有价值 他的生命就没有白费 这就是他的生命带来的 as the most 你能够到这些人 自己能够到哪里 还是在一起 想到哪里 我能够到哪里 你能够到哪里 这就是因为 我能够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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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